新闻之后来看到今年高温少雨让疫情到处是大丰收 那么新竹县湖口香农会也推广新品种生产专区 提升种植技术 让这收成比往年还多了两成 还举办了稻米评鉴赛 一共是有16人参赛 那么最后呢由黄亭君以金银香Q的147品种产连冠军 一盘盘糙米白米品品外观香气来竞争稻米达人 湖口香农会今年推出新品种 以桃园6号与147品种最有冠军项 起初报名的时候本乡有16位农民参赛 经过严格的筛选以后8位进入复赛 那今年我们湖口香最主要的品种以虾米系列为主 有我们的147号还有所谓的桃园 这次新预成出来的桃园6号 那以虾米的系列为主 全乡种植840公顷 往年一期稻作平均收成9000台金 今年高温少雨加上新品种专区 农民交流种植技术 收成超过1.2万台金 比往年多两成 其中桃园6号能抗病虫害 不用喷药也能维持收成 147品种则是白鳄枝较少 透明卖相家 最后黄亭君从16人中脱颖而出蝉联冠军 今年的天候气候很好 今年比较好 没有像初岁的时候没有遇到那个大南风天 所以今年那个倒入病几乎没有发生倒入病 到收成130几天完全没有撒药 今年的收成也比去年也要好 多的两成左右 非常恭喜我们的黄亭君先生 这一次还是拿到第一名 那因为他的支持 我们虎口乡公所每个月隔周的礼拜二早上 也是请他来跟我们虎口乡做一个农民的小市集 乡公所前广场每月推出小市农 让冠军米能地产地消 也争取全乡国中小营养午餐 在地稻米入菜 大肠经营香Q的好滋味 平坦 顶